哇 哇 你們這間就非常多而且 很讚啊 平日1500然後假日2500左右 就可以在豐甲旁邊住到這麼好的一個地段 而且餐酒館的部分的話 我覺得它的餐點都非常好吃 像那個南文的臭豆腐 然後還有那個三隻小豬啊 然後牛排 味道都很讚 而且尤其是那個雞翅也是超好吃的 所以說我覺得這一間總體來講的話 如果你們有來到了這個台中玩的話 豐甲附近玩的話 我覺得這一間是非常非常推薦你們 因為這一間是不僅讓你可以休息 你們晚上去外面可能去完豐甲回來的時候 也不怕沒有地方可以喝酒聊天 然後喝完以後就可以直接上來睡覺 價格又便宜 謝謝 這有氣泡欸 等一下它可以養魚 啊!啊!啊! 呵呵呵呵 五龍 啊!啊!啊! 科技人墨 哈哈 好了大家好我是德瑞克 今天的話我們來到了台中玩 那今天比較不一樣 我們拍了一個這個是住宿搭配它的餐飲 那這一間的話叫做 這一間叫做City圍旅 然後我看它的外觀環境非常的漂亮 而且它主打的是你住宿以外 它樓下還有自付自己的這個酒吧 跟它的餐酒館 而且它酒吧還有分一樓跟樓 一樓是可以在戶外的 然後二樓的話它是那種大帷幕的玻璃 跟酒吧的那種裡面的包廂都有 非常的漂亮 那個住宿的費用的話 平日一到四的話 差不多是Range是在一千五左右 非常的便宜 而且它是在逢甲旁邊而已 所以我們等一下進去拍給大家看 走囉! 好!到我就是這一間 七堤圍旅 你看它那種 對外面啊都有這種陽台 非常漂亮 然後這邊二樓就是它的餐酒館 然後一樓這邊的話 晚上可以在這邊喝酒 然後它的位置非常的方便 它這邊對面就是加熱湖 所以你車子可以直接停這邊 然後這邊還有路易莎可以喝咖啡 位置非常的好 所以早餐是自己過去拉 跟它約換就可以了 對! 這是我們這個是早餐券 然後早餐券一張是150的 這樣子 好 那這邊的我們有贈送我們二樓餐油館的禮物 這樣子 那今天是下午五點半到一點二位 那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去吃 有有我們晚上會去拍 對OK 來開房間 聽起來好像有點開啟 真的 因為要帶我們開房間 對 怎樣 有個小門 看妳可以哈門的啊 對 欸這個可以播嗎 這個可以播嗎 哈哈 哇 哇你們這間就漂亮很多而且你還有一個陽台欸 這間就大蠻多的欸 它進來一樣然後這是一張床 然後這邊有電視 它中間的這個軸距就蠻大的 還有一個很漂亮欸 可以開欸 哇 很讚啊 超漂亮的啊 這個view很好欸 這晚上應該也很讚 然後旁邊是加熱房 這間很棒 這種開闊 我最喜歡這種開闊的房間了 然後我看它的話 它是屬於是中央的小小 不要生氣 這要說要大力光啊 要大力光 然後廁所一樣 廁所進來一樣是 免治馬桶 然後淋浴的 上面 這間真的 然後這一間的話 它的早餐 它是附那個路易莎 路易莎就在對面 給你看看 這樣看到嗎 路易莎在這裡 那晚上我們就來拍 它晚上的這個餐酒館 到底有多chill 好啦 先這樣子吧 我們不要妨礙大家睡覺 你這樣看起來很像小伯 哈囉各位 我跟你講喔 大家覺得說這種氣密窗啊 可能會聲音很大聲 其實完全不會喔 你注意聽喔 這打開的時候 外面的車身都很多 開起來 看起來 完全沒聲音 所以晚上睡覺會非常的舒服 它整間其實真的 我還蠻喜歡它這種感覺的 然後真的 非常的舒服明亮 它每一間的話 就算像是我們這一間 是比較邊間的齁 它的明亮度也是很夠的 然後再來的話 它的這個浴室 我真的蠻喜歡 這這種蚊子的那種大理石 搭配那種 灰白色的那種水泥牆 結果看起來就非常的乾淨明亮 來給大家看一下喔 它這個 入住啊 還會 其實我覺得這算賺耶 就是它入住以後啊 它還會發這個 100塊的禮物券 它是可以讓你在底下的那個 Blue Fox 藍湖的這個 餐酒館做折抵 所以你可以去那邊 晚上點個小酒 那像這個就是我剛剛講的 早餐券 那你可以在路易莎 換150元的餐券 或者是說你可以 把這150元拿去它樓下的 這個藍湖的餐酒館 去換 我覺得真的蠻划算的 算是 你看如果平日來 100 1500左右 你兩個人賺300 那這家這個400 欸超划算的耶 好啦我們現在晚上回來了 我們剛才去 馮甲那邊 附近拍了一些食物吃的 然後現在晚上10點 我們回來 回來我們住宿 你看住宿我們這邊樓下 它一樓這邊就是 可以由自己做戶外 那大家其實都喜歡去二樓 二樓很漂亮 我帶大家去看一下 剛才那個老闆說他們這邊 美酒特別厲害 美酒 對啊我在看 光看就蠻多的 而且有那種 你喜歡的那種 就是奶類的 這個感覺也蠻好喝的 白桃烏龍配白的 OK 謝謝 這有氣泡耶 很像會可以養魚 好嗎 啊 啊 啊 好啦我們來介紹一下喔 蘿蔔糕 雞翅 欸 飯店賣的東西其實跟外面比 我覺得看起來很讚耶 然後這是滿滿的牛排 然後旁邊還有附這個 我喜歡吃的 煙燻起司跟蒜片 對 煙燻起司跟蒜片 然後他說 他看這個說不是 不是南文乳酪 是藍文乳酪 blue cheese 我的這一個是 白桃烏龍加白蘭蒂 然後它上面還撒了一些 伯爵茶的 茶葉在上面 喝喝看 這感覺就很像奶茶 他都不用嚼了 你可以直接喝 喔 對不起 都沒聽 哇 這個應該你們會很喜歡 他就是有點像是 比較不甜的貝里斯奶酒 然後喝到尾巴會 尾巴才會有那個 白蘭蒂的那個香氣跑出來 還不錯 我覺得很剛好 剛好是不是 對 喔 這邊這邊有那個 有什麼 有什麼 也 有骰中的 你們要玩是不是 喔 他這邊還有骰中喔 是這樣子玩的嗎 欸 喔 我不知道耶 喔 我不知道耶 哈哈哈哈 你是不會玩 好 我們該拿掉 好 這個 幹 對你了 他們玩了 然後我來跟大家介紹美食 因為我的老本堂 造起來有點像鬼 給大家來看一下 吃吃看這個南文起司 哇 好燙喔 哇 它這個豆腐超好吃的 裡面呢 juicy 非常多 然後上面是熱熱的 對 然後上面有一大層 這個起司 超好吃的 來吃吃看 漂亮的 牛排 牛排好嫩喔 然後配上旁邊的蒜酥 跟它的那個 黑胡椒醬 非常好吃 來 給大家看一下它的雞翅 好吃的 看起來是那種燥燒醬汁 非常的濃厚 欸 我那是 哇 不會這樣 酥的 它的雞翅超好吃 酥脆 酥脆喔 醬汁香非常的濃 然後炸得 很焦脆 超好吃的 蘿蔔乾 你看 太扯了 我要骰四個 蘿蔔好好吃 它的小臉都超好吃 蘿蔔好吃 蘿蔔吃起來還有那種蝦的 蝦的味道 然後趕緊來看這個三隻小豬 好 謝謝喔 三隻小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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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看起來是由松阪豬 然後上面的是 類似鹹豬肉 然後中間好像是 那個香腸 它上面是有像 蜂粄豬啊 然後 鹹豬肉跟那個 香腸放在上面 然後放在上面 然後放在那種蒜頭 還有蔥跟辣椒 我覺得這個一定要配 沒有 沒有 要配個什麼飯之類的 配個飯應該很老婆 對 它的那個香味是蝦餅的蝦味 但是它的口感卻是蘿蔔糕 味道是蘿蔔糕 嗯 口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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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酷的這種 有蘿蝦米的口感 對 來自要來拍喝酒的 結果它的餐點太強了 你知道 把那個重點弄掉了 哈囉 大家好 大家早 我是德瑞克 那我今天來跟對這個西提的 唯一律曲 來做一個總結 那第一個我在它的整體的這個服務 跟這個整潔度 如果是5顆星 我給它4.5顆星 因為 非常的乾淨舒服 然後 今天比較可惜的是 我們沒有拍 預訂到那個 它比較頂樓的 它外面那個陽台是整面的 是可以出去到外面 然後還有 那個椅子啊 你可以坐在那邊 然後看整個台中市這樣子 很舒服 但是我們 另外一間 朋友那一間 它的那個面外窗也是很不錯 就是 可以在旁邊 如果你有想要抽個菸 抽個水煙什麼之類 你可以在外面抽 或者是喝點小酒 都很好 那整體來講的環境非常的舒服 而且 平日1500 然後假日2500左右 就可以 在封甲旁邊 住到這麼好的一個地段 而且 它的房價裡面 最重要的是 它裡面還包含了 你雙人房 它還包含了 兩張300塊 兩張加起來300塊的 這個路易莎的呆齊 等於說你這個 路易莎的這個早餐券 加起來兩人300塊 那它還會在外送你100的是 餐酒館的圓環券 等於說你的房價裡面 如果是1500 裡面有400塊 是可以 晚上就可以直接在樓下 喝個小酒 然後吃點小東西 都很棒 那餐酒館的部分的話 我覺得它的餐點 都非常好吃 像那個 南文的 臭豆腐 然後還有那個 三隻小豬 然後牛排 味道都很讚 而且尤其是那個雞翅 也是超好吃的 所以說我覺得 這一間總體來講的話 如果你們有來到了這個台中玩的話 鳳甲附近玩的話 我覺得這一間是非常非常的推薦你們 因為這一間是 不僅讓你可以休息 你們晚上 去外面 可能去完鳳甲什麼 回來的時候 也不怕沒有地方可以喝酒聊天 然後喝完以後 就可以直接上來睡覺 價格又便宜 這一間資訊 我放在的那個影片底下 那如果你有喜歡我們這一系列的這種 旅館配吃的的話 歡迎在底下留言跟我們分享 一定也有推薦的行程 那我們下次數明就會去拍了 拜拜 請大家看 要不要再珍惜 為這裡 有任何地人 你改動 別人 想書 你 會